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直接开始正片 如图所示 我们这次住的是一个二层独栋小楼 位于京都左京区 仅邻京都大学 银阁寺 以及哲学之道 别想歪 哲学之道是一个京都著名的景点 房子坐落于超级安静的半山local居民区里 沿坡道一路向上 就能看到这间民宿位于视野的制高点 没错 我们这次并没有选择住酒店 而是选择了民宿 理由是这里是京都 这栋别墅有76年的历史 算是半个古建筑了 房东是一位当地摄影师 他用他的品位对老屋进行了内部重装 所以在保留古建筑风格的同时 保证了现代的居住体验 这里是别墅的入口 走上台阶打开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装点精致的小路 而再往前走一段 才是别墅真正的入口 避开正门 从一处不起眼的间隙进去 会发现来到了庭院的核心 赫然是白色的碎石和修剪得当的植物构建的私密枯山水 这种独占的日式庭院感受是在任何西式连锁酒店都难以体验的 时至三月初 园中的梅花已经半开 哪怕只是坐在屋子边缘打开落地玻璃 时而欣赏满眼的翠绿洁摆 时而远眺 碧蓝的天空 都会有一种时间仿佛静止 世界归于宁静的禅意 而到了晚上 房东认真设计的打光 更是将庭院渲染得美轮美奂 不会是懂得用光艺术的摄影师 接下来我们进房间看看 你可能会担心这个快80年的老房子内部会不会很陈旧 但事实上它真正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入口处房东贴心地准备了拖鞋 雨伞 换衣镜 拖下鞋左手边是一个小卫生间 面积非常小 但一切拮据都非常先进 包括日本标配的自动感应马桶圈和一键热水开关 再往里是餐桌 餐桌上的三盏灯就像微缩版的日式盆栽 桌上放着房东准备的零食 清酒和欢迎水果 然后客厅里就是大面积的榻榻米 左手边的厨房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炉灶 绿水系统 冰箱 微波炉 热水器 烤箱 电饭锅 甚至电磁炉一应俱全 拉开柜门 里面有房东准备好的咖啡 茶包 各种调料 甚至还有日式泡面以防万一 客厅里的闭柜里 高酒杯 日式茶杯 碗筷 酒杯 错落有致 数量多到每天换着用都不需要洗 客厅拉开落地玻璃就可以直接进入枯山水庭院 当然有专门的室外拖鞋准备 随后是一层的两个卧室 四卧这次是团审睡 有两张单人床 不大的房间里装点着各种日式摆件甚至人偶 再往里则是我们的主卧 是标准的合适卧室 步入房间 浓郁的日式装潢风格扑面而来 无论是柜门还是小灯都完美融入环境 卧室的两扇推拉纸门连通着浴室与庭院 浴室这边实现了干湿分离 马桶单独在一个角落 而洗手台则设置了两个 最大的重头戏则隐藏在另一扇门后 一个巨大的木质浴缸和一面巨大的落地窗 当用旁边的花洒洗完澡 就可以在这比双人床还大的池子里舒缓放松 浴缸本身非常黑科技 只需要按一个键即可直接灌满热水 热水能保温八小时 还能持续自动清洁 无需任何人力 因此我们每天都必定会泡 等到天黑的时候 热气蒸腾的浴室里 打开巨大的窗户 三月冰凉的空气 带着清爽和草木的气息奔涌而入 甚至屋外还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这种意境和感受真的让人心生羡慕 恨不得把这景色和浴缸一起搬回上海 没错 夜晚的京都并没有什么属于大城市的喧嚣 如果窝居在小小的连锁酒店客房难免心生乏味 但在这暂时只属于我们的庭院别墅中 我们大可就着备好的抹茶与清酒 在夜空下欣赏万籁俱寂 体味古城风华 事实上这既然是个别墅 就注定还会有个二层 走上小小的楼梯 会发现楼上还有两个房间 每个床前都有房东准备好的洗漱套装 所以如果你们是结伴而来也不用担心房间不够的困扰 隐私保护非常到位 而二楼的好处就是打开卧室的窗户 你就会看到不远处京都的一切都尽收原地 那远处熄壤的灯火可能是指缘的灯笼 也可能是清水似前往返的车流 房间的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而如果只是如此 可能还不值得我做这个视频 更值得表扬一番的是设施之外的东西 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家别墅的房东非常周到 周到到什么程度呢 你会用的用不到的任何东西和服务 在这里都可以享受到 比如庭院里有两台立式洗红液体机和大量洗衣液 还有好几辆自行车供各位有兴致的房客出门 屋里不仅随处可见各种加热器加湿器 甚至还有除湿器供不同湿度需求的人选用 隐藏在各处的抽屉和柜门里装着各种生活用品 电视旁边的柜子上有房东亲自编撰的京都旅游指南 厚厚的一本包含了从饮食WiFi到景点指南所有信息 同时甚至还有无聊可以玩的玩具桌游 而据我所知因为房东是摄影师 你甚至可以要求他帮你在庭院里拍照 这个房东的作品我看过水平很高 与此同时房东还提供各种无常服务 比如帮忙约当地餐厅 我们能吃上火爆的谢道乐就多亏了他 比如帮忙预约出租车 甚至开着他自己的奥迪带我们去吃饭等等 对我们这种比较内向的房客 甚至会感觉房东有点无微不至的过头了 那么总结一下 我一直以来对旅游的住宿要求都是豪华有牌面 但这次的体验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 旅行说白了是为了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之美 但在京都这种地方 如果还住在现代奢华的大酒店 是和这座城市的文化完全割裂的 会有一种前脚还在历史里 后脚又被拽毁21世纪的违和感 但在这座庭院 它和我白天游览的神社山水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把住宿这个原本只是用于休息落脚的概念 延伸成了整个旅行的核心之一 哪怕我躺在踏踏米上 都能感受到无比真实的 啊我在京都之中的感觉 这种24小时沉浸其中的体验独一无二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担心一天的费用会不会很高 它的单价大概是2000人民币一晚 京都所有的古建筑民宿基本都是这个价位 听起来很高 但这里可以住五个人 有四间卧室 所以平摊下来每个人不过400 这远比人均400的酒店体验好无数倍 也因此我强烈推荐各位 如果来京都 务必选择民宿而非酒店 400 你在东京可能只能窝居在10平米的小黑屋里 但在京都 你能拥有这视频里的一切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会放一些这次关系旅拍的片段 详细的行程 大家可以去时音那里看 那么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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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